再也不要吹嘘倒国式的工业大谷 就在不久前 日本一起制造丑闻 这是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震惊 尤其是美国 工业大国 如俄罗斯则更加闹怒 这是他们对日本著名企业的高度信任 曾因向中国低价购买轴成珠子 把自己的标签重新贴起来 加班为本国产品 按成本七倍的价格出售 在西方国家营造氛围 该公司是一家著名的日本轴承生产企业 纯中岛这个狸猫换太子的脊梁 真是耍得太棒了 他们为盈利而作 新来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个关注 常能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的视频 也能接收最新的视频消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或自己的轴承质量不符合要求 为什么偏偏要引进我国轴承呢 事实上 早在2018年日本春中岛就被曝光了 欺诈丑闻 因为自己自足能力不够 大量订货已接受 春中岛开始以低价购买中国轴承珠子 再加上你自己的商标 把自己制造的产品冒充出来 但是让大家吃惊的是 没有一位顾客在使用过程中 反映出质量问题 而且没人发现 这些轴承珠子已经破产了 并且这一丑闻在2018年被曝光 或者是经过知情者曝光的 没有发现春中岛使用过的伎量 为了弄清这件事的真相 让我们先说说春中岛吧 那春中岛在轴承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几乎有一家全球春中岛有个标杆企业 并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轴承珠子生产工艺 世界范围内 每年几乎三分之一的市场是尤其包揽的 而且除日本国内 春中岛也在美国 像德国英国这样的国家 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而且多年来一直销售很好 这样一个大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个也让广大网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说中国轴承 钢铁的珠子让全世界震惊了 小柯认为有必要再次先普及一下 高品质轴承是如何难以制造的 在机械设备中 轴承是必不可少的灵界 其他基础设施在轴上相互产生相对运动 用于保持轴心的位置 这个物体是能够控制旋转的 这叫做轴承 其主要作用是支持机械旋转体 摩擦力减小 在旋转时将摩擦减之最小 并确保旋转精度 不要想着这件小事 但它却包含着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 这就是数学物理学和其他材料的结合 极热处理工艺的精加工 与数字控制技术一起完成的产品 轴瓦真是融为一体啊 以及当今的社会 不管是航空汽车还是高铁 只要有转动的部件 就一定要用轴承做 所以轴承是许多机械的核心部件之一 又是世界工业体系中不可活缺的一环 但是现在轴承 那你们知道轴承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吗 事实上 这种轴承起源于古埃及人建造卡拉夫金字塔时期 要知道金字塔的高度是几十米 用于建造金字塔的石头又大又重 要是单靠人抬上去根本就不可能 那时候古埃及人就有一种办法 把石头放到木板上去 再用一排滚木铺在木板下 接着工匠把木板拉到前面 最早的直线运动轴承 于是又有了轴承的雏形 古代的埃及就是滚木 如今只有轴承珠子了 但是他们都用了同样的工作原理 由此可见 古代埃及人有多聪明 在意大利纳米湖 一艘罗马轮船首次出现了球形轴承 那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东西 滚珠力量该船建造于公元前四十年 那时船上的人实现了旋转桌面的制造 一个木球被做成了 使用木球支撑和旋转桌面 但是它也是最早的应用 滚珠轴承还存在各种不成熟因素 台面和球之间可能发生碰撞 导致大摩擦而损失 事实上 第一次出现在滚动轴承中 1760年 钟表将约翰·哈里逊 为制造一三型始终 而发明的拜八世纪摩 一位名为汉尔兹特科学家 发表了与球轴承接触硬力有关的文章 此后 各国科学家开始了以赫兹为基础的研究 许多研究实验 提出了滚动轴承的设计原理 和疲劳寿命的计算方法 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1883年 轴承配套和维修轴承 基本上都要依靠进口 国内轴承工艺制造现场 及工艺技术发展之后 扯销加工品控率低 而且全国只有2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 是为了轴承寿命和可靠性 只有重要的生产过程的技术覆盖面较小 而且许多技术难题都没有被克服 这样也就导致了 我国轴承在生产中的精度性能寿命 而且可靠性大大降低 但是事实上 我们国家无法制造高端轴承珠子的局面 早就打破了 同时也是轴承领域中的一颗明珠 还有350公里 每小时的高速铁路 没有一秒钟 高速轴承会承受几百次的旋转 它能经受高速烟耗和高温 对于原料及生产技术 有很高的要求 这类高机密零件 在我国以前是无法复制的 过去高速轴承钢98%依赖进口 但是外国公司似乎已经看到了 我国庞大的市场进口成本 是连连上涨 而那些国外企业生产的轴承钢 也越来越敷衍 商品的质量完全不符合要求 不过 目前国内机床及其生产技术 也越来越成熟 而且轴承领域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 而且在精度方面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被中国企业解决 现在国内生产的最小轴承直径 已经达到0.6毫米 而且可靠性可达98% 众所周知 我国高铁网的建设 近年来已基本完工 而我国落轴高速轴承制造工艺 正是其主要原因 而落轴公司生产的高性能高铁轴承 已通过初步检验 其全名是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为荷兰能源化工集团公司 配套设备制造板块 骨干企业 也是十一五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那时想打破西方对落轴的垄断 这要花上十几年时间耗费人力和物力 同时也连续向许多大专院校招聘优秀毕业生 并据此成立专家小组抢儒 目前落轴轴承已经为我国加工出 直径最大精密度最高的轴承 并成为我国规格最大的轴承产品 应用范围最广 品种最全的生产基地 并保持了中国轴承行业多项行业记录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舟系列和嫦娥飞船使用的配装这种轴承 所有这些都有落轴提供 以及落轴目前生产的轴承 可以同时使用250公里时速高速铁路 也能达到三个速度 拥有50公里高速铁路的优异性能 不要只看到一颗小小的轴承 并且高速铁路对轴承要求极高 但是是这个微小的成分 决定了高速铁路运营的成败 此外轴承的加工 也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个难题 用来制造轴承 对轴承零件的制造工艺和质量要严格控制 轴承形状在精度上 如尺寸等都必须达到最佳 这是由于齿轮在快速旋转过程中 即使只有一点小小的误差 将加快相应轴承的消耗 某些关键部位可能造成生产事故 使生产人员处于危险状态 安全威胁 但是如今的中国越来越强大 各行业行业也逐步做强做大 中国的制造的确是一名惊人 但也许正是国内高科技 一直落后于国外的事实 已在西方国家心中留下刻板印象 能让他们听到 日本知名企业贴牌的中国高端轴承 还没有顿目 但是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那是很重要的 目前中国高端零件生产 已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中国轴承不在事前 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心都被击垮了 软弱形象完美实现弯道超域 而且今后我国还将有越来越多的技术 实现领先世界的水平 各种历史经验和事实证明 在中国我们并不害怕外国的卡脖子 也不害怕 我们国家的科研力量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我们国家生产的粥 将在世界范围内领先 同时还将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今后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也将举时瞩目 在未来的中国制造中 也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天花板 我们国家的标准 也要达到国际标准 一件件伟大的事情 也将成为一张张闪亮的中国名片 将来的我们国家定要骄傲 请为我们强大的祖国加油 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我们国家的其他技术 也一定能登上顶峰 那是历史的必然 二十多年来 我国的许多科学技术 已经证明了这种趋势从无到有 再次是创新引领突破 那是最好的证明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按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